眾所周知吳磚擁有一副好身材 這日他現身上海的立像館 為自己首個立像揭幕 他還大派福利 請現場粉絲碰一下他堅實的手臂 之後更教大家怎樣做運動 去令手臂更加結實 你只可以動你的小臂 對 有沒有感覺 站直一點 不能頭背 對 吳尊教練很嚴格 可以嗎 有沒有感覺到你的手臂這邊 感覺怎麼樣 好累 吳尊說健身已經成為他日常生活一部分 也希望更多人跟他一樣堅持健身 因為保持健康體拍 對自己和家人都是一個負責任的表現 假如有時間的話 多動起來 對 那我也是 不會是那一種 像吃東西都吃到很嚴格 一定要很健康 不是 我覺得大家最重要是要保持一個 一個平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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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很像適度 對 你也不用說好像去運動一次 去到兩個小時三個小時 很辛苦那一種 我覺得可能一個小時 然後好好地去 去規劃你的workout的一個program 我覺得最棒 吳尊和家人的關係真的很好 看他拍攝的內地眾藝節目就可以知道 他是非常重視家人 而他的一對子女也很乖很懂事 所以大家都很想他分享一下育兒心得 陪伴非常重要 對 然後 我也很喜歡記錄我們自己的生活 對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小的時候 比如說帶他們去爸爸去哪 我們記錄了很多我們的一起的生活 我覺得這個對我們 對我以後跟他們的感情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比如說以後過了20年他們長大了 如果他們真的在那個時候是有一點點叛逆 還是什麼的 我可能去拿那個片段給他們看 對 讓他們知道說 你看小時候爸爸有多照顧你們啊 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記錄自己的人生 然後多多跟他們分享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幫助的一個方式 那當然就是真正的去陪伴他們 然後去融入他們的世界 對 去了解他們 而不是什麼東西都是 爸爸說這樣就是這樣 對 因為有時候小朋友 你也要去聽他們的情聲 除了演藝工作之外 吳磚也很重視他的健身室事業 雖然疫情尚未過去 但早前他就在深圳開設了第二間分店 發展算是穩步上揚啊 MING PAIN MING PAIN